很遺憾的 聯亞疫苗的EUA 昨天審查的結果是沒有通過 疫苗安全性可接受 據細胞免疫反應趨勢 綜合抗體數據顯示 未能達到鎖定疫苗免疫橋接不列性的標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同氦老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雅 在陸奄和誇張 中文字幕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令人 第部電話 李宗盛 想起 計音 廣告 封雅在這次的EUA沒有通過 這是根據我們這樣的一個 連是EUA的一個技術性審查基準來辦理 那沒有通過 那他們認為說如果他們認為還有相關的理由 或者認為這個疫苗仍然有像某一個程度 對著整個社會防疫是有效果的 那他們提出申訴 那當然要提出相關的理由跟他的實驗的計畫 那當然是交由這個SPA這邊去做審查